这一段真的让我梦回阿加妮的着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影色 时刻48年1976年开创魔童电影的凶兆系列 出了前专 让我梦回上世纪的恐怖老天年代 上世纪70年代 年轻人偏重信仰科学 逐渐不满于教会揽权 所以开始反抗权威 甚至教会 基于这样的背景 教会部分人担心权力衰落 便准备权力执行一个邪恶计划 不论男神父 就是因为反对他们被逐数了教会 其他少数知道内情的深知人员 是敢怒不敢言 其中就包括哈里斯神父 但他担心出事 便找到布伦南开始谜语人对话 哈里斯递给他一张 写着史加拉的照片 上面是神知人员怀抱着一个婴儿 而布伦南看后的评价 就是他看着好像人类 哈里斯立马就证 说婴儿不是自然受孕的 也就是说这个婴儿 是非自然受孕的超自然物种 而这就是教会的大计划了 他们一直在利用前专的信徒 自愿献身 布伦南追问献身干什么 哈里斯神父不敢说出口 但脑海中还是回想起恐怖一幕 前程的年轻兄女 被赤身裸体绑上铁床 头上被蒙上黑布大口喘息着 哈里斯跳过这段 这告诉布伦南 怀孕的过程会很快 而照片上这个婴儿 应该已经长到十几岁了 就要会再等他长大 布伦南再次追问 长大后要干嘛 哈里斯又不敢说了 夺门而出 布伦南劝他不要躲藏 躲藏无法赦免他的罪 可哈里斯却说自己并不求原谅 只是希望事情赶紧落幕 话八教堂坚定污染落下 将其销售 声明最后 哈里斯却露出了一幕解脱的笑意 而坚定杀人这一幕 也是致敬了正专凶兆一中的桥段 所以哈里斯到底在担心什么可怕之事呢 画面来到教会这边 年轻的剑习兄女马格 进入了罗马的一家修道院 她儿时曾是问题少女 多受教会照付 如今也是决意献身于上帝 后一大主教亲自过去接人 路上遇到游行的人群 大主教便谈起了时代变迁的现状 这家修道院受容了很多被遗弃的孤儿女孩 以及一些提交临盆的孕妇 马格也需要帮着一起照顾孩子们 不过说到关照孕妇 马格分明瞧见 神父就在一旁房间里抽着烟 后续她又见到了白美猫的正式雄女 安吉利卡 对方态度不算友善 马格便没有多言 院长去问孩子时 马格等在一旁看孩子们的画 其中一幅诡异的黑白画 引起了她的注意 画色署名卡丽塔·史加娜 这个史加娜 不正是哈里斯臣妇拿的那张女婴照片背面的姓氏吗 看来这张画的主人 就是那个被教会豢养的女孩了 不过马格此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所有孩子都在外面玩 只有卡丽塔被单独关在会房间里 马格推门进去查看 只见她正趴在地上画着黑白画 面对马格的问号 卡丽塔没有回应 飞速爬到她面前 捧着她的脸颊就填上去 然后送给了马格一张画 院长解释卡丽塔就是这样 性格古怪 昨天还弄上同学 所以只能给她隔离了 回到宿舍后 马格仔细端向电话 剩下四个修女 拎着一个小女孩 画风依旧诡异 不知想表达什么 当晚夜深 马格脱下修女服 准备祷告睡觉 她这个扮相还挺像 长大了个星期三的 然而就在这时 怪事发生了 门外突然冒出一个人影 可传来的 确实而是大家管教她的声音 音风吹动窗帘 墙上的修女服 瞬间变成了 诡异的老修女 不过有惊无险 近一秒 一切就恢复出场 室友路姿也回来了 她跟马格一样 都是见习修女 但她穿着个大胆 跟一般神职人员形象 大相径庭 马格暗自吃了一惊 隔天安算 正式进入教会工作 晚上带着孩子们 做完祷告 马格才发现 卡丽塔又没在 找了一圈 意外发现 卡丽塔竟被院长 带人绑在了床上 这是在干什么 里面人很快锁死了门 显然是不让马格管的 她震惊又疑惑地回过头 发现白眉安吉利卡 也躲在附近 无声的流泪 想必也知道里面 发生了什么 恰有这时 路姿路过 拉马格回了宿舍 说有好东西给她看 路姿说的好东西 是一件辣妹装 她想着 回头成了正式修女 这些拼了衣服 就都没得穿了 不如今晚 就带马格去酒吧 潇洒一下 马格被她说动 但还是有些不适用 出门前 在性感叫裙子外 又多加了一件外套 几杯酒下肚 很快有男人来搭讪 路姿直接杀进了舞池 留下马格 拘谨地跟男人聊着天 好在对方很会抛狗 逐渐让她卸下心房 货掉外套 随其进入舞池 律动中 二人越凑越近 男人伸手抚摸她的头发 举时酒精的作用 马格逐渐上头 镜棚脸舔了上去 动作像极了卡丽塔 后面她就断片了 再醒来时 人已经回到宿舍 镜头将特写 对在一只蜘蛛上 而蜘蛛在影视中 常遇指性与运势 此刻她正爬过马格的链接 马格也很担心 慌忙去找路姿确认 我昨晚没干什么吧 路姿表示 自己在出大事前 就把马格带回来了 但随即她又话风一转 夸赞马格勇敢 还说昨晚的事 就当是他们的小秘密 马格内心愧疚 一边换回兄女服 一边疯狂忏悔 谁想刚回院里 布伦南悄悄找上她 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卡丽塔 她身边会有不幸将联 至于具体的情况 她希望马格今晚下班后 能去隔壁朽乐园 跟她想她 看来布伦南已经弄清楚 教会的计划了 马格被弄得云里雾里 感到十分心累 给孩子们上课时才得知 卡丽塔早上又阴耀人 被关进了坏房间 马格对这种惩罚迫感不满 马格把卡丽塔带了出来 告诉她自己曾经 也被认为是坏女孩 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并不坏 马格说当时的自己 只想逃跑 而卡丽塔更勇敢 她会伸出小爪子反抗 聊到这里 隔壁手术室传来一阵痛苦的叫声 院里受容的孕妇准备生产了 马格连忙嘎了过去 孕妇模样痛苦异常 看不到一丝将为人母的欣喜 直到医生给她吸入药物 她才麻痹的笑起来 随即胯下淡出一只恶魔的利爪 马格被吓晕了过去 没人解释 那一恐怖异象是怎么回事 院里都说她是低血糖了 说女人生孩子是很惨烈 马格把城市出现幻觉了 后续午餐她照旧去找卡丽塔 却发现安吉利卡正跟她讨论画画 画上两个修女一左一右 守着床上的孕妇 马格不禁想到刚刚的血淋淋的顶像 心觉卡丽塔的年纪 接触这些为时尚早 这想安吉利卡却兴奋的说 孩子是她姐画上去的 还强调是个男孩 马格直言这样不妥 谁想安吉利卡骤然黑恋 压制住怒意 起身猝不及防的亲吻了马格 马格被亲蒙了 尴尬不已 只好假装无事 带卡丽塔去找其他小孩玩 既然这时 卡丽塔突然惊恐地仰起头 所有小孩也一起躺的往上看去 之前安吉利卡爬到了顶屋阳台上 身上湿打打的眼角挂勒 画吧 她划着一根火柴 瞬间周身起火 安吉利卡纵身跳下 伯格尚的绳子将其吊在半空 身体撞碎了二楼窗子 楼下众人惊叫逃窜 而安吉利卡已经没了声音 烧成一只火炬 这一幕依旧是致敬凶兆医中的 保姆因魔童自杀的小段 所以安吉利卡为谁献身 也很明了了 马格经拒南 也不由得相信了布伦南的话 当晚霍素找了过去 布伦南拿出了那张照片 解释道 其实教会是分两波的 一波就是你我所属的 尊崇基督教义的神职人员 另一波则是无视灵略和霸凌 只管借天主之名 获得权力的神职人员 后面我会称这波人为权力道 布伦南问马格 你知道这波人最怕什么吗 现在这个时代 大批民众远离教会 失去了信仰权力就会蓬落 这波人享受了近千年的权力 自然会不计后果的维持现状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能让民众回归信仰 打制造恐惧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他们想制造恶魔之子 并掌控他 从而利用人们对恶魔的恐惧 重新建立起对教会的信仰 这里就不得不展开 说说开头哈里斯模糊提起的 那个有关婴儿非自然孕育的故事了 权力党找虔诚的信徒干嘛呢 就是让他们现身 与恶魔化身的狼兽相结合 从而诞下了照片中的女婴 史加娜 女婴如今已经长大 其名卡里塔史加娜 就荒养在修道院中 因为残存野兽习性 显得性格古怪 她身上会带有666的恶魔印记 是天选的恶魔容器 会在6月6日6时 孕育出恶魔之子 天选恶魔 恶魔又为你扣666 总之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波伦南让马格回去找出卡里塔资料 二人好意去研究对策 但马格三观受到冲击 不敢相信 而且6月6日没几天了 卡里塔分明还是个孩子 怎么可能瞬间生下魔童呢 但她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 回去便跟院中好友 问起卡里塔的过去 可对王态度回避 并没问出什么 马格干脆直接询问当事人 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卡里塔告知 她最近确实常看到一些恐怖画面 这么情是真是假 这次马格一改往日立场 也像个多数大人一样 告诉卡里塔 那些幻想都不存在 其实都是你幻想的 卡里塔很失望 起身就走 马格连忙追了上去 谁想要紧看到 死去的安吉利卡 正坐在卡里塔身边 随即院长拍了下她的肩膀 将其拉回现实 游行的人闹到附近 白面暴动了 兄女们连忙带孩子们撤离 马格被疯狂的人群拉走 困乱中仿佛有恶魔的利爪和舌头 划过她身上 但正当我们带入其中 欲感崩溃之时 镜头转到院长眼里 原来真实情况是 马格正自己在原地发疯 院长担心她的精神状态 也感觉她最近过于关注卡里塔 马格停着训斥 一直在出神 目光定格在院长背后 挫飞的壁纸上 最后她被发言后发愿 不许再接近卡里塔 马格只能郁郁地返回宿舍 路上偶遇了之前的酒吧男 他连忙下车追了过去 可对方莫名其妙一直躲着他 还说什么 抱歉我不知道 他越是这样 马格越是奇怪 难道当晚发生了什么 酒吧男为难地摸着头 急出一句话 说让他再找找印记 然而话音刚落 一辆大卡车飞驰而来 对着酒吧男 却撞到了墙上 马格吓得想把他抱出来 然而一用力 身上重量分明不对 围观人群爆发出惊呼 酒吧男亮起了 马格痛苦极了 不停地忏悔到高 此时的灯光设计 就像一个怪物的大口 将其吞入其中 但寝食难安 心中仿佛有万千蜘蛛在爬 很快到了路子发愿的日子 马格被轮令延弃 只能在一旁看着 曾经张扬的少女 便剪去长发 用力套上贴头帽 一瞬间 他仿佛变成了 跟身边人一样的符号 或许以后 他不再是路子 而是修女 马格意识到 现在就是去翻资料的最好时机 于是果断躲开众人 潜入了院长办公室 成功找到钥匙 并在墙上发现了隐藏所样 原来那错位壁纸 其实是个暗门 马格很快在密室中 翻到了史加纳的资料 但令他史料未及的是 居然有一堆史加纳 原来史加纳不是一个人名 而是这一类实验体的代号 资料袋里的每一页 都是一个实验体 史加纳一号 史加纳二号 史加纳三四五六号 所以教会是找了一堆信徒 跟豺狼生了一堆小孩 但全部都是女孩 而且多数不是畸形 就是死亡 总之布伦南的权力党之说 是坐实了 马格还不及细想 收起资料 出门拉着卡丽塔 就想跑 但很快被兄女们围了起来 马格经济之下 只好先藏好资料 哄罗大师的好友 藏资料的位置 便被兄女们抓了起来 自这种他注意到 卡丽塔为恶魔印记 印在上额 马格被关进了坏房间 随即也在地盘下 发现了卡丽塔 之前被关时的画 一桩桩一件件 画的都是他看到的 全力党比信徒 与柴囊交构的景象 大量碎片画面 涌出脑海 马格吓得不敢再想 恍惚间又看到了 惨死的安杰丽卡 竟好下一秒 好友找到资料来救他了 二人连夜逃跑 投奔布伦南 布伦南看过资料后 意识到全力党 应该是想要一个男孩 戴羽狼兽生下的初始后代 史加纳们全都是女孩 且大多无法存活 所以唯一办法 就是不停制造后代 挑出健康后代 戴羽狼兽交构 便能生出恶魔之姿 按照布伦南的分析 卡丽塔就是那个 被选中的史加纳 但马格却指出 照片上被选中的婴儿 恶魔印记应该在头顶 但卡丽塔的却在上额 难道说 还有另一个健康的史加纳 马格盯着照片上 婴儿投影的印记 突然想起了 酒吧男临死前的那句话 他怎么会知道 找印记这回事 马格的思绪 瞬间被拉回酒吧放纵那晚 这有一种可能 他无意间摸到过 于是他将手插进自己头发里 一摸 果然他头上也有个印记 马格就是另一个 健康存活的史加纳 所以他喝多后 才会出现跟卡丽塔一样的 受人舔尸行为 而陆兹其实是全力党的人 那晚他是故意将马格 带到酒吧的 马格盾片后 便被全力党带走 于狼兽完成了交钩 所以他后续出现的 被恶魔爪子舌头触碰的幻觉 其实也是那一晚残存的恐怖记忆 包括频频出现在他身上的蜘蛛异象 也有在传达这个真相 马格崩溃了一会儿 随即冷静下来 决定拿掉孩子 不论男二人火速带他往医院赶 但没走多远 教会的车就追了上来 竟然只能猛踩油门 可说是神大师快 又一辆车突然横冲过来 将他们车撞飞出去 只有马格在腹中魔胎的庇佑下 毫发无损 他爬出车子 意识也渐渐失控 全力党人赶到时 他以羊水破裂 肚子如吹气球般 鼓了起来 莫胎瞬间催熟 他将带六世准时出生 全力党将马格带到医院 开始接生 马格恐惧地望向每一个人 试图求助 四周全是熟悉的脸庞 却对他熟视无睹 直到孩子被PO出 院长才急切地问道 男孩女孩 马格生了一对龙凤胎 全力党欢欣鼓舞 抱起男鹰一一抚摸 而女鹰和马格就被晾在一边 马格最初想抱抱孩子 大主教一听非常欣慰 把男孩塞进他怀里 你正在做神的工作 他会很慢 马格摸过手术刀 一刀刺死大主教 随即又欲杀魔胎 但看着嗷嗷啼哭的孩子 他还是犹豫了 可就是一个不忍心 就失去了机会 院长扑过来夺走了孩子 路子紧随其后 拿刀被刺了他 马格瞬间失去反抗能力 倒在地上 全力党点燃了医院 抱着男鹰离开了 毒瘤受伤的马格 抱着女儿身陷活害 幸好卡丽塔及时赶到救出二人 而在他们逃脱之时 许是听他后代的啼哭 那只狼兽竟闻声冲入火海 最终被其存摸 紧接正传开头 被教会带走的魔胎 将被设计为 美国诸罗马大使的养子 取名达米安 开始凶兆一的故事 而另一边 卡丽塔和马格也成功逃脱 共同抚养着女儿 某个风雪之夜 净存的布伦男再次找了过来 告知说 全力党只等你们还活着 但你的女儿将会很重要 便到这里就结束了 显然是为前传的续集 做了个铺垫 看来双生魔胎里的女婴 也会往下续写下去 这部前传实际上的有点尴尬 虽说他把复古元素 跟现在电影的风格 融合的不错 也选了个目前很火的 修女题材 而且因为女导演拍摄 也有展现出 女性生育痛苦的议题 但问题就是这两年 这个主题太爆炸了 跟前不久的无侠修女 撞了个结结实实 股价几乎是一样的 两部对比的话 个人会感觉 凶兆前传整体更完整些 没有无侠修女 那种拼铁恐怖元素的感觉 但无侠修女的结局 确实更具爽感 这个倒是没办法 毕竟胸罩正传三部曲 里面魔童就是活下来的 胸罩前传结局 必须得跟正传对照 所以马格注定无法杀雕魔胎 好了 如果大家想看 胸罩三部曲的话 也可以多点赞哦 感谢观众朋友 上下 See you